看完正片的小伙伴们 对于这一趴云南的猎奇美食 一定印象深刻 但同时脑中 是不是也充满了疑问 这些菜到底是怎么做的 真的能吃吗 味道究竟如何 现在奔奔拉上PD和大厨一起 来为你答疑解惑了 树根可以当香料 为什么上菜的时候要献瓜 随便煮一下就可以 给上香腌的调料 一定不能少 上菜 再给点杂菌 来点猪肉丝 最后就是灵魂所在来 挂点这个黑胡椒的树根 树根木 挂给你去 因为它这个香料献瓜的那个味道 会比平放了好多天的那个味道好 所以它就献瓜 好了 现在树根米线就制作完了 这个就是从它那个 珊瑚椒根里面挂下来的 它应该来说是一种香料 它就是我们叫的 珊瑚椒的树根 就是珊瑚椒根 它煮好之后 我会拿刀把它 把这些香料适当地挂 挂一部分进去 然后会跟这个 这道菜它会增变一定的风味 这个根可以挂很久很久 可以挂很久很久 菜做完了 这跟小福木还是牵动着导演组的兴趣 就这样 能以言说的味道 再帮我来一下 再弄一点 再帮我来一下 大漠里的仙人掌也能吃 仙人掌上回来以后 它外面有很多侧嘛 要把它一些刺给它清除干净 还有外面的表直 老的那层皮子 要给它清除干净 清除干净之后呢 适当地用冰水 泡它一下 浸泡个五至六分钟 它是一种食用仙人掌 像这个常吃这个仙人掌的嘛 有那个就是美龙眼前的一个疗效 还有一个就是清肺的一个功能 放一个灵魂小玩偶在上面 稍加一个点数 导演们面对猎奇美食 是什么反应 蒜苗 辣椒 加适量的辣椒酱 加适量的辣椒酱 这一块已经听到我们找一点 要出去的 还行吧 这个辣椒菜 好的 现在就可以饭这道菜最灵魂的东西 藏友 我吃这个 不不不不不 这样就可以下饭了 现在再加点香茅草 加点大香菜 好了 这道菜就做好了 这道菜就起锅了 还行 这个不算是最恐怖的 香的是那个 有爆浆和回甘 这个香茅草 这道菜是不想吃的 有 还行 这个不算是最恐怖的 还好吃呢 是不是有一点像 吃东荫中的桃鸡 我个人非常喜欢吃这个菜 有没有导演不敢吃的美食呢 这个菜我是真的完全可以吃的 哎呀 这道菜 这个菜 这道菜 这道菜 猪血 它不是说猪身上每个部位的猪血都能拿来生吃 它说腥和肺之间的我们叫的腥肺血 要杀猪进去出来两分钟以后 出来的那段血可以食用 再加上一些生猪肝 还有一些一些生肉 然后像这样拌着作料 各种作料拌在一起 其实看着它吃到凉菜 吃的时候它吃到热菜 因为猪才杀碗 这是用云南的那个银杆果酌制作的生猪片 它是半生不熟的这个状态 就像吃日本料理一样 卧底假云南菜是怎么设计和制作的 我家鱼眼肉呢 是就吃到菜中唯一的一道假菜 就是这个菜是云南本身没有的 你像广西广东内在他们会吃那个猪眼肉 改编一下 然后就是想到了用鱼眼肉 我觉得其实挺难的 因为云南这里也是吃鱼的嘛 真的不一定能猜得出来 你先准备好的鱼眼肉清洗一下 水汁散干之后 下部就可以准备一个腌制的过程 就这样揉啊揉啊揉 揉到它舒服为止 好多眼睛好害怕 把肉末还有姜蒜末给它煸香 还有剁椒 带汁水烧至有点浓稠气腺的这个程度 基本上就这道菜就好了 鱼眼睛什么再明显一点 这是现在能调吗 然后那个向下的你看这个都给它翻翻上来 对 你明天到时候鱼眼睛上就不要撒东西了 嗯 就这样直观有充足力一点 就是有那种密集恐惧症的那种感觉 看了云南奇葩美食的幕后故事 有你敢尝试的吗 对 对 对 attempting